恢复 嘿兄弟 我是跟我话 我是Blan 今天玩什么 这样我们就要讲一讲 二月份里面 最强和最弱势的英雄 对了 前几天游戏就进行了 一下平衡性调整 一些英雄就大方的受掉了削弱的 没错 但有一些英雄自然变得更强了很多 对了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开始 和兄弟们分享一下 哪一些英雄比较强势 哪一些英雄比较弱势一点 Let's go 首先我们就讲讲这个版本最强势的几位英雄 没错 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看法 而选出来的英雄来的 如果兄弟们有一些其他的意见 欢迎你留言来告诉一下我们你的看法 好啦 那第一位觉得比较强势的英雄 也就是沙迪 没错 沙迪不单单发普攻打出来的伤害非常高 而且现在的刷取大招也变得非常容易 对啦 之前需要6下刷取大招 我现在需要5下而已 也就是说在对战中沙迪非常容易做出滚雪球的效应 沙迪的大招放出来之后可以让队友变得隐形 一来可以让队友更容易贴近敌人进行刺杀动作 二来如果队友要跑的话 也是可以非常好的掩护队友逃跑的 对啦 再说一说沙迪的两个能力之星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第一个能力之星就可以持续消耗敌人的血量 并且让躲在草丛里面的敌人现身 第二个能力之星就可以持续为队友回血 配合在一些适当的组合就可以发挥出不错的效果 那接下来这位强势的英雄也就是拉夫上校 拉夫上校也是这个版本里面最新的一位英雄 相信兄弟们陆续在这几天也应该会解锁到这位新英雄 没有错啦 这位新英雄强势的地方就在于 他手够长的 而且攻击速度非常的快 对啦 这样你最终的就是攻击速度非常快 也就是说只要人家埋伏你突然间突个头出来 你连点三项普攻就会立即把所有的子弹射在身上 那除了攻击方面非常的优秀之外 他的武装配件也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保命伎俩 在对线期间 拉夫上校可以靠着这个武装配件 放出沙袋来挡掉敌人的攻击 这样的话 拉夫上校就可以在对线上拿到一定的优势 尤其是对手是一个单体攻击的英雄 这个沙袋将会耗掉他们非常多的子弹 对啦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大招 也算是这版本里面最神奇的一个大招 不但可以造成高爆发的伤害 摧毁阻碍物 击退敌人 而且也会队友提供这个争议的效果 没有错啦 大部分的英雄都可以给自己提供争议效果 他是可以给队友变强的喔 对 那拉夫上这里强势的地方 就不在于说他大招可以争议自己变强 而是他可以把一些原本都很强势的英雄 变得更加的强势啦 尤其是在我们说到的这个Top 5里面 等英雄拿到他的Buff的话 就会变得非常的可怕啦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版本 也算是蛮强势的杰西啦 虽然说之前因为过强啦 杰西已经受到了一点点的削弱 但是目前呢 他依然算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英雄来的喔 对啦 单下普攻呢 就会造成1484点伤害对吧 所以是三下普攻呢 也可以收掉大部分的英雄 没有错 只不过呢 就没有以前那么狂了啦 但是相较于更旧版本的杰西来说呢 他对第一目标的伤害算是非常爆炸的嘛 虽然说去到后面的时候啊 伤害就渐渐的变低啦 但是我觉得其他目标是其他队友的一个对线英雄来的 对 我们只要管好我们面前这个把他杀掉呢 就算非常厉害了啦 那除了普攻的高爆发伤害之外呢 杰西的大招啊 也是其中一个让他变得如此强大的因素啦 只要杰西的炮台放得好啊 他就可以不断的输出敌人 并且对敌人造成一个走位上面的限制喔 对啦 这时候在配合上他的武装配件啊 减速敌人的话呢 轻轻抽抽就可以把一个人头给收下啦 但是这里有少少要注意的就是呢 如果你有把握的话 就尽量让他你的普攻第一个目标的打中敌人这样的话呢 伤害就会更高啦 而至于有一些兄弟呢 就很习惯啊 把空气打在炮台上面呢 让他弹出去的时候自动瞄准敌人的喔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大大减低杰西啊 对目标的伤害啦 除非在炮台需要回血的时候啊 我们才会建议一把攻击打在炮台上面的喔 接下来强势的英雄呢 也就是亚亚喔 最近呢他的伤害上面是收到了一波增强的 这些伤害每一下打出去1400多呢 几乎差下就会打掉大部分的英雄啦 没错 而且他的手啊 又远又长呢 还可以跨过阻碍物喔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喔 对 更变态就是在里面的大招嘛 大招就可以建造出这个阻碍物 来挡着敌人的去路 更适合的模式呢 肯定在机甲攻击战里面呢 就非常常见到亚亚的出现啦 对 或者足球塞着自己龙门之类的 而亚亚身为一名跑步界英雄来说呢 他的身体也算是十分硬了的 生存能力非常好啊 在血量低的时候呢 亚亚也可以开启武装配件啊 是跟草他回复自己的血量 嗯 并且靠着能力之心绿能护盾呢 他在草丛里面呢 还可以获得强大的减伤效果啊 在很多时候呢 亚亚都是躲在阻碍物后面 不断的输出敌人啦 只要普攻命中绿练好的话呢 相信敌人会被打得不要不要的啦 那在这版本里面呢 讲到强势呢 一定少不了拜伦的啦 对啦 拜伦也算是这个版本里面 最强势的一位英雄啊啦 虽然前阵子 拜伦就受到了一波小小的削弱 但是这调整呢 就并不对拜伦造成一个太大的影响哦 嗯 只是让他三发不能收掉一些英雄而已 嗯 但是长期的对线上面呢 他这个一直在毒敌人血量的这个机制啊 也算是非常强的哦 对啦 因为拜伦本身的普攻机制非常厉害 不但可以毒敌人啊 也可以为队友回血哦 在很多组合里面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他取代了其他辅助英雄呢 成为了真正的最强辅助哦 这也不是这样子说的 因为在大部分里面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甚至连中路的英雄也可以做出一个取代了 哦 哦 哦 也就是以往的中路呢 我们看到很多都是火箭啊 辣椒啊这样子 现在拜伦一来到呢 拜伦就站中间啊 火箭辣椒只可以撒去边路了的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手够长啊 而且一旦他命中敌人之后呢 这负面效果将会维持非常的久 拖慢敌人进入自然回血的时间啊 就可以让敌人更慢呢 才回到战场上啦 而且他的大招啊 可以对敌人造成高爆发的伤害之外呢 还可以帮队友回非常多的血量哦 那更重要的就是呢 只要拜伦打中三下普攻啊 立即可以刷取一个大招 算是非常简单的啦 靠着他大招的高爆发伤害呢 他甚至可以做出一些反杀的动作啊 不怕敌人进身战的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得见呢 不管是大大小小的比赛啊 大部分都是把拜伦给禁掉了的 已经他是一个太过于强势的英雄了 好啦那刚刚我们就说过了 这版本里面最强势的几位英雄 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最弱势的几位英雄啦 那当然我觉得一定有一些兄弟也会有意见的 欢迎在下方留言啊 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的 对啦第一位比较弱势的英雄呢 就讲一讲乌鸦啦 乌鸦我觉得是很多兄弟们心中啊 非常喜欢的英雄来的哦 对啦因为我本身也是蛮喜欢的 这因为他本身很酷嘛 嗯 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啊 就很喜欢选这些很酷的英雄出来的哦 对啦 就纯粹是觉得他有型这样子啦 然后玩上去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有型啦 但是是乌鸦这只角色啊 不要瞎瞎 乌鸦这只角色呢 他本身打双的战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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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但是可惜呢在三打三的模式里面啊 就稍微比较落实一点的哦 他很常会成为一个缺口这样啊 很容易被击杀掉之后呢 就导致两个英雄来夹我们的队友了啦 对啦 这是因为他本身的普攻伤害会偏低一点 虽然最近也是一波Buff嘛 让他的普攻命中敌人够或者中多的效果啊 可以减低对方的回血量嘛 没有错 但是呢始终也是改变不了他普攻伤害低的这一点 嗯 再加上他的血量又不高啊 身板降脆呢 在对线的时候啊 很多的英雄呢 就可以靠两发攻击就把它收掉了哦 对啦 所以乌鸦呢本身也是算是命苦的啦 但是身为一个喜欢酷的人呢 我玩这只乌鸦上面觉得自己也是挺帅气的 嗯 但是在实战中可能就不是那么厉害啦 接下来比较弱势呢 也就是我们的爆破迈克啦 没错 爆破迈克这位英雄最大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他攻击丢出来之后啊 他有一定的延迟才会爆炸的哦 对啦 需要一个很强的预判 普攻命中率呢才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嗯 但是只要你普攻丢不中人呢 基本上爆破迈克这位英雄就废掉了啦 没错 更何况他的武装配件 他开启晕血功 你也是要丢中人才可以晕到敌人嘛 没错 如果你要丢不中人也可以开的武装配件呢 就更废了啦 但是老麦这位英雄啊 在攻击战里面也算是不错啦 只要你晕到那个弹呢 我们的队友啊 就可以一波的做出很大量的输出啦 那在前期对线上面这个大略是来说呢 就是他一个大大的弱点啦 简单来说呢 老麦这位英雄啊 上线非常高 下线的也非常低的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练习啊 才可以玩好爆破迈克啦 那接下来这位比较弱的英雄呢 也就是我们的雪莉啦 嗯 雪莉是我们的新手英雄啊 相信兄弟们对他呢 一点都不陌生 但是还在大部分的地图啊 也是显得没有那么厉害的 嗯 就只能靠着普攻一点一点 这样慢慢的去消耗敌人的血量 刷取大招勾呢 才显得比较可怕一点的哦 嗯 但是在大部分的地图里面呢 敌人就没有必要靠近雪莉哦 就可以把雪莉给收掉了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雪莉 显得比较略识一点啦 就算还可以靠着他的武装配件 位移小段距离呢 但我觉得大部分的敌人 都会离他相对比较远一点啦 不会轻易的被雪莉贴脸的 在这里呢 我们并不是说雪莉本身不够强势 而是在当前的游戏版本来说呢 大部分适合雪莉的地图 都是不存在的 就像之前那些奇怪的大赛获胜地图啊 现在也不能作为上分使用了嘛 在热潮我们玩的地图里面呢 就显得不那么适合雪莉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一说卡尔这位英雄啦 卡尔这位英雄呢 曾经是一位非常强势的英雄 但是啊 普攻距离被削短了一格过后啊 就非常难打中敌人了 现在手比较短的他呢 在对线期间啊 也显得比较越式一点 所以呢 也是比较难刷取一个大招啊 虽然他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武装配件 可以顺移到敌人的身旁 但是呢 普攻距离却短的就是一个硬伤嘛 对的 毕竟我们大部分时间啊 都是在跟敌人的英雄对线 而武装配件使用的次数呢 又那么的有限哦 所以很常可以看见啊 卡尔在配件用完之后呢 就会被打得非常的惨啦 或许卡尔在金库工方战里面 还可以发光发热的哦 但是呢也要选择一些比较适合的地图啦 只要卡尔可以贴着金库来输出的话 他就可以做出像以往那样高的伤害啦 最后我们就来到了艾尔普利莫 对啦 普利莫拳王啊 始终手就是那么的短 所以打中敌人呢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就不要说什么刷大招 几乎是很难的 对 虽然我们知道他有大招的时候非常强大 他可以不断的连跳 然后去击杀敌人 嗯 但这机会非常非常难出现一次的哦 对啦 所以普利莫算是一个非常依赖队友的英雄啊 可能就配合着迈克斯的加速 他可以向你去打中敌人 或者是这样拉敌人过来 让普利莫刷大招啦 对啦 如果少了这两位队友的话呢 他就会显得像一个充电宝这样啊 嗯 在场上左右来回的走动给敌人刷大招啦 嗯 在目前来看呢 比较适合普利莫的游戏模式 可能就只有乱投足球啦 但别的地图呢 可能就比较空旷一点 容易呢 普利莫就成为那个被人刷大招的目标啦 没有错 这些就是我们认为当前版本里面啊 稍微比较弱势的英雄 嗯 那就希望官方在日后的平衡性调整里面呢 给他们带来一点点的办法 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势啦 对啦 那我们也把今天该分享的东西啊 分享完毕了哦 喜欢兄弟们呢 就会喜欢这一部影片的 那我们这部影片呢 就到此为止啦 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咦 完了啦 完了咯 你还想要看啊 对啦 我还想要再看啊 要怎么做呢 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 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 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